其實想說給大家聽的就是不要放棄 其實這個情況我們在人類歷史上 或者我們在爭取自由來說 其實往往是要多年甚至整個世代的時間 我們在台灣直到專制的時代都是38年 最後才可以有真正的民主 我不是說香港要有38年 我甚至不是說用任何的年份去界定我們抗爭的堅持去到多久 而我覺得抗爭爭取自由和爭取正義 是應該成為我們生活習慣的每一個部份 是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部份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善心也會有我們一個正義感 我們見到中國所對香港做的事不單止是對香港 其實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事 你看到新疆維吾爾族人是有300萬的維吾爾族人 現在是被關在這個集中營裏面 我很想跟香港人說其實我們經常說國際線 國際線、本地線 其實我也很開心告訴大家 其實國際線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戰線 美國其實接下來已經是 剛剛過了兩條法案 都是自香港 包括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而接下來我們也會有兩條法案 是關於收納一些香港人的 一些難民的法案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將我們的思維 不要只是用香港人的角度去想 我們要用世界公民的角度去想 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們是一個叫新冷戰的時代 而這個是獨裁和自由的對決 現在其實全世界都已經是跟香港人發聲了 所以我們在黎明之前是永遠是最黑暗的 所以我們繼續不能放棄 繼續去做應造的事情 不要去用太多中國的一些電子設備 或者是一些TikTok等等 紐約等等 我們只要一起捏下去 自由放棄 會有人在我們的城市裏面 我們家裏面 香港放棄上面 是會出現的 謝謝各位 清算多大 你 bruk 我 你 快點 吧 嗝 還 然後 我 再 曉